本港在长期土地供应方面虽则短期,而且政府偏重供应房屋的供应,然而几经不懈努力之下,成功令到近年据捚建造的私人住宅发展用地地皮及供应,能够在下个财政年度将得以缓解。 预料下年度卖地计划表内住宅官地,建屋量约1.29万伙,即与政府的年度供应目标相约,更是四个年度的新高,而教本年度增余倍,政府善用有限土地资源。 依照长远房屋策略小组委员会于2018年底的建议,将公私营房屋比例由64比,改为73比,调拨更多土地作供应房屋发展。 务求透过公营房屋阶梯,令更多人可以加快上楼或置业,然而此举却令私人住宅发展土地相应减少。 随后的三个年度,卖地计划表内土地的潜在供应量,均不足1万伙,而且逐年度减少,本年度更只约6000多伙,更是11个年度的新低。 不过,政府虽然将不少原作私人住宅发展的土地,改作公营房屋发展,形上方设法将部分绿化地及政府设施用地,甚至商业地,改为私人住宅用地。 多区土地已于去年进入修改途绩的法定程序。 如一切顺利,今年下半年便可完成,现时已知的便有达九幅土地有机会纳入下年度卖地计划之内。 作为潜在土地供应,预料可提供约达9630伙私人住宅单位。 过去二 三年间,不少启德商业用地楼标收场。 政府随决定将该区五幅商业地皮,改作住宅发展。 相关的土地改划资料显示。 两幅在港铁送黄台站附近,三幅在启德邮轮码附近。 依据两组土地所在位置。 政府估算前者可提供约3000多伙中小型单位。 后者则供应约3000多伙中大型单位。 即合共提供约6000多伙。 是最多新供应的地区。 由于该五幅土地传属政府所有的空置土地。 按理不会朝野反对声音。 预料最快今年下半年起便可分批推出招标。 至于荃湾近由金头村附近土地。 及赤柱环角度地皮。 或因要处理来自村民或轮近屋苑。 以及环保团体等的反对声音。 完成法定程序的时间或较长。 甚至出现变数。 能否在下年度推出招标仍然预料。 而且两地所能提供的单位指约2000伙。 应不影响下年度的整体土地供应。 另外。 位于粉岭17区的两幅土地。 亦属政府土地。 现属警察驾驶及交通训练中心的一部分。 要视乎该等设施稍后搬迁至瓦缸铺新训练基地的进度。 才可断定能否在下年度推出。 此外。 由于发展商就所持有的私人土地。 在本年度拥约跟政府欺商换地及改契协议。 令来自私人市场的土地供应急增。 预料可提供约1.3万伙住宅单位。 大大舒缓政府在土地供应上的压力。 故本年度卖地表内15幅住宅用地。 政府只出售7幅。 如下8幅相信会滚传至下年度。 该8幅土地料可提供约3200多个单位。 连同前述9幅新增土地。 下年度卖地表内料最少有17幅住宅用地。 提供潜在供应共约1.29万伙。 教本年度增逾1.1倍。 当然,政府或会在买地表内再加入股东北及粉岭北新发展区内的私人住宅用地。 以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步伐。 此将进一步增添下年度卖地表内的潜在供应量。 教本年度增加速度产生。 本年度增加速度产生。 4月1日前的美国平均。